国际上的最新消息带来关注的是 日本韩国两个国家的领袖外交 已经中断12年了 时隔12年南韩总统尹锡悦呢 办公室是最新表示了 尹锡悦跟他的夫人在日本的邀请之下 将在3月16号跟17号前往日本访问 好这是12年来南韩总统首度访日 尹锡悦呢也将与日本首相安田文雄来举行会面 同时呢尹锡悦访问呢 他也表示了这将会是改善韩日关系上的一项重要里程碑 好这个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另外还是来自军方的一个最新消息了 主要是今天呢在金门有一名上兵失踪了 现在被外界质疑 这名官兵会不会是叛逃游去中国大陆了呢 好对此呢刚刚金防部有最新的一个回应了 金防部是严重驳斥这种说法 军方回应是表示了目前呢海上不佳 气温也很低 所以不可能游得过去中国大陆 好已经驳斥了这项说法 那但是呢同时他们也表示了 这名这失联的陈信上兵 到部队大约是两三年的时间 现年是26岁 在军中是火防兵 那金防部也透露这个阿兵哥呢 失联的时候并没有带走任何的枪械弹药 只有带走他的手机跟钱包 人就消失了 同时呢军方是强调目前全岛正在搜寻当中 不会放过任何的死角 家属也已经来到了这个外岛 要来找他的宝贝儿子 那手机讯号找到了 手机讯号呢目前还在二胆岛的附近 但是还是没有找到人 同时军方表示不排除落海的可能性 这是来自军方的一个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泵泵水 放通心情舒缓焦虑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CPI567 还有足够出人物CPI44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